第三十章 九优时空 摩杀族分身论直接攻击手段是不如银某等一些特殊生命 可在暗杀潜伏等方面的天赋却绝对属宇宙中顶尖 错 摩杀族分身瞬间消失 变成一金属片在罗锋互币战役加层中 有摩杀族分身 宇宙之大 哪里我不能去 罗锋满心欢喜 豪气冲天 毕竟摩杀族分身普通瞬移手段就已经媲美宇宙尊者 只是距离稍微短点 而天赋秘法欲更是属于想要修炼得到都没法得到的逆天手段 之前我需要近十日才能抵达九优时空 现在摩杀族分身一次瞬移便可达到一百光年左右 许多危险之地可以直接瞬移掠过 哈哈 半天即可抵达九优时空了 罗锋挥手将吉红王收入世界戒指 随即搜的便消失在虚空中 就算是祖神秘境 也很少有什么危险之地能沾满上百光年的 就算有 罗锋也能绕过 半天后 罗锋便出现在虚空中 银翼展开 遥遥看着远处的一方时空 九优时空 罗锋轻声道 远处那朦胧一方时空中 海水澎湃 至少从外界观看 九优时空就仿佛一无尽水世界 谁又能想到 这直径仅仅十二光年的九优时空 单单我们传承者知道的 拥有宇宙之主战力的存在 就有好几位 罗锋低探道 宝物更是藏匿无散 一代代传承者 自觉无望下来 这探险夺宝的更是多 巨事绝大多数都会陨落 希望运气能在我身 忽悠我此次 能够得到世界术的职业 罗锋眼眸中 满是渴望和战意 若是有世界术当分身 那么将来前途定是无量 天赋秘法 掌控时空 加持神国 无比庞大的神体 都是罗锋渴望的 错 罗锋凭空消失 直接瞬移进入九幽时空中 幽静灰暗的山脉连绵起伏 山脉上没有任何植被树叶 有的只是荒凉的岩石 唯一令山脉增添一抹亮色的 无疑是那瀑布 瀑布从极高处垂下 砸落在下方潭水中 潭水又沿着一条条小溪 朝四面八方流去 在一片满是荒凉岩石的峡谷中 溪水缠缠 错 银甲银翼的罗锋凭空出现 终于到了 罗锋环顾周围那些荒凉的岩石 却露出笑容 荒石岛 九幽时空中 虽然危险之地极多 却还有些安全之地的 好歹也是让传承者们 有立足之地 像荒石岛便是出名的一个安全之地 无尽岁月来 从未在这荒石岛上发现危险 也没有任何一个传承者 在这遭到九幽时空中可怕存在的袭击 安全也代表着荒凉 除了水就是石头 其他什么都没有 罗锋摇头 错 化作一道荧光 罗锋在山脉上空迅速飞着 坍海 罗锋俯瞰下方 看到山脉中一些战甲残骸等 暗自摇头 死在这的传承者 怕是被其他传承者所杀 虽说荒石岛 是整个九幽时空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九幽时空援助的可怕存在 然而传承者内部间 为了宝物争夺厮杀 却是常有的事 飞行了足足上一公里 哈 罗锋越过最高的山脉 便看到了远处那让他痴迷的景色 好美 罗锋赞叹 站在荒石岛最高山峰的树峰 罗锋摇看远处 只见这座岛屿之外 便是无穷无尽的海洋 海洋一眼看不到尽头 乍一看成蔚蓝色 紧跟着却变成紫色 再接着变成血红色 而后又变成透明犹如水晶 而后变成金黄色 银白色 深灰色 蔚蓝色 颜色不断变换 奇妙无双 这就是九幽之海 罗锋唏嘘道 九幽时空 主要就是一无尽的海洋 海洋上有着一座座 或大或小的岛屿 生存着一些原住民 像有些岛屿上 便居住着一些可怕存在 如世界树等便是在其中一座岛屿上 那座岛屿也庞大无比 被传承者们命名为树岛 荒石岛 渺小无比 属九幽之海上千座岛屿上最常见的小岛 树岛 却庞大的多 属九幽之海排名前十的超级大岛 九幽之海 广阔无尽 同样也是危机潜伏 罗锋暗岛 除了那些超级岛屿外 九幽之海也很是可怕 特别是那九幽漩涡 据传 一旦陷入九幽漩涡中 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希望 罗锋抬头摇看一个方向 根据坐标判断 那个方向便是树岛的方向 只是距离太遥远 罗锋仅仅能看到无尽海洋 却看不到树岛 就靠磨砂族分身了 磨砂族分身即使失败 也能再度孕育 罗锋微微点头 搜 旁边一黑衣罗锋 凭空出现 黑衣罗锋身体变换 直接化为一名传承者模样 紧跟着磨砂族分身 便施展开瞬移 一个瞬移便轻易横渡九幽之海 抵达了那树岛了 就等消息了 罗锋本尊微微点头 随即迅速飞窜进入山脉的 其中一山峰的山洞内 开启微型探测仪隐秘起来 高空中 磨砂族分身悬空而立 看着前方数亿公里外 无尽庞大的岛屿 真漂亮 荒石岛跟它一比 简直丑陋不堪 可这宛如仙境的地方 却那等可怕 磨砂族分身眯着眼 看着树岛上美丽景色 树岛上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简直是植物的圣地 各种花草 这里是紫色花海洋 那里就是七彩花的海洋 或者是一片树叶波涛 景色优美无比 最耀眼的便是那冲天而起的那棵大树 那棵大树最是高大 通体呈现翡翠色 树冠更是犹如花盖 每一片树叶都晶莹别头 犹如金石雕刻 犹如碧绿色翡翠 那无尽的生命气息蕴含其中 让它周围无数的花草植物 未知摇曳 最强世界树 拥有宇宙之主战力的宇宙尊者 及特殊生命 世界树虽有九颗 它却是最强一颗 摩沙族分身看着无比遥远处 那在整个树岛深处的最强世界树 虽是在树岛深处 因为它实在太庞大 高五点九亿公里 树冠直径超十亿公里 它的树冠就已经比荒石岛 整个岛屿还大了 加上树干宛如巨大翡翠 隐隐散发着光芒 所以显得很是夺目 三颗不朽极世界树 五颗界主级世界树 摩沙族分身一眼便看到 环绕在最强世界树周围的 其他八颗世界树 高低不一 高者为不朽极 矮一点的为界主级 即使界主级也有六千万公里高 超过了这座树岛上 其他任何非世界树的植物生命 树岛中 虽然很多都是普通花草 可也有其他不少植物生命 摩沙族分身摇看着 眉头微皱 树岛中最强的是世界树 可其他植物生命 也有不朽及存在 甚至按照资料上描述 还有宇宙尊者及植物生命 只是因为种类不同 导致体型远不如世界树 显得不起眼 可如果我进入树岛 一不小心 恐怕就会遭到袭击了 所以得先避过其他植物生命 抵达到世界树面前再说 摩沙族分身不再犹豫 错 直接一个瞬移 进入了树岛内 树岛 以世界树为尊 且生存着其他大量植物生命 这些植物生命中 大多数都只是一些常见植物生命 只有极少数几个属特殊生命 可它们中论实力 很多都能对摩沙族分身产生威胁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注意不到我 注意不到我 类似蒲公英种子的一朵 拳头大的毛茸茸的绒球 在半空中随风飘荡着 这正是摩沙族分身变换而成的 罗锋想不到其他更安全的手段 因为植物生命一般都是不喜欢移动的 都是根植在某处土壤中 若是变成一植物 在移动 肯定会引起注意 要知道 一些强大植物生命 也是具有极高智慧的 特别是不朽极植物生命 更是不亚于人类智慧 罗锋也不敢直接顺移到世界树旁边 因为那是宇宙之主 站立存在的地盘 直接顺移到其边上 那最强世界树肯定注意到磨砂族分身 我飘啊 飘 飘到世界树 绒球在半空中慢悠悠飘着 真慢啊 飘的速度可真慢 绒球已经是尽量以最快速度 靠近世界树区 奈何总不能出格吧 比如逆风飞 比如亚光速飞行 假设这么做 肯定会被轻易发现 一旦被发现 那么自己将没一点希望 我有的是耐心 我不急啊 我不急 只要让我到了世界树边上 靠近那世界小心水印 吞噬星空霸树 最好世界树有落叶 弄一片落叶我就走 我可一点都不贪心 磨砂族分身暗自嘀咕着 它化身的绒球继续飘着 飘着飘着 在这座幽静的宛如 世外桃源的树岛上 在无数植物种子飘荡中 绒球在其中丝毫不显眼 慢悠悠飘着 太慢了 飘荡三个月后 看着依旧遥远的世界树 绒球心中发出嚎叫 优优独播剧场上